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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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Kung Fu Benji 最近 I have been practicing the chicken step 肌形步 心衣弓法 八天掉了四公斤 那對我來講它就是小副殺手 真正的心衣弓法 它不是一個拳法 而是一種鍛煉自己的心法 它主要是有三個步伐 第一個基礎的肌形步 第二個稍微激烈一點的龍形步 還有第三個最激烈的鳳凰布 基礎的激情布 它會透過各種同步的扭轉 去促進腸胃的蠕動 排出素變以及軟超內臟脂肪 但它主要要轉的地方 也就是腹部 它是道家隱門非常古老的功夫 很多廟會教師的一些步伐 跟它很像 它是從古人玩茶動物 模仿動物 學習哪一些動物的動作而演變出來了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強 很多人誤認它是行義拳 行義六合拳 八卦掌或是太極拳 但它都不是 它是這三種的老大 先有它才有他們 我能學到這個功夫 是因為我十九歲在北京 當時我很瘋狂在尋找各派的功夫 認識一個跑廟的道師 聽說他的師父活到一百二十七歲 這個功夫也號稱道家的青春之拳 它不是一個拳法 它是一個鍛鍊內臟的方法 適合給需要長期打坐的道師訓練 一般在寺廟以外 不會有人練這個功夫 跟少年式的和尚要練少年功夫 同一個道理 為了避免打坐的時候犯困 還是要強身健體 我功夫班傑既要有點發福啊 都會練這個功夫 對我來說 這麼多年 也這麼多種功夫 就是最輕鬆有效的收身方法 雖然它比甩手工稍微難一點 但只要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在自己的協調性 你就可以升級你養生鍛鍊的方法 特別是小腹的部分 那我現在就交棒給胖班傑 去教你們分解的動作 哈囉大家 我是胖班傑 先手 拿起來 手肘向天 手指向下巴 另外一隻手 放在它的上面 拉到中間 轉到雙手合十 這隻手的手指 往下 這隻手 也往下 從手肘這樣子戴起來 手肘向天 手指向下巴 第二隻手上來 再重複這個動作 拉到臉這邊 雙手合十 這隻手往下 這隻手往上 每次下來 這隻手 要往斜的 到另外一邊的胯上 慢慢的 好 現在正常速度 哈哈 今天手的動作 我們已經會了 對不對 現在 我們要把這個 摩擦的聲音 放大 這兩隻手 要壓在一起 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這隻手 像一個槍一樣 對你要的目標 後面這隻手 壓在一起 放開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摩擦的聲音 這個危險的地方 是什麼呢 這隻手也很用力壓 會打到自己的臉 會打到自己 所以呢 我們放開的時候 這隻手 要馬上轉過來 因為原本是這樣打 但是轉過來 它會這樣打 它會變到這邊 另外要做的事情是 原本放開 會打到頭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手肘 拉到這邊來 就算沒轉 也打不到 就沒打到 所以有兩種保險 不打到自己 瞄準 壓在一起 轉 瞄準 壓在一起 轉 那手的動作 你會了 對不對 再來要講 身體的動作 這邊的胯 要守住 你不能轉這個胯 不能轉 守住了 腰的部分 這邊吸進來 這邊突出來 轉過來身體 再來是反過來 這邊吸進來 這邊突出來 轉過來身體 所以是靠 腹部的力量 做轉的動作 記得不要讓你的 下半身這樣 晃來晃去 不可以 盯住 你的手會自然擺動 擺動的時候 他自然會到下一個跨 寫對面 跟我們手那個動作 一樣到這個位置 你身體往那邊擺動 你的頭要反方向 如果身體這樣 我頭要這樣 身體這樣 我頭要這樣 等你實在笑我 哈哈 但就是這樣 拿這個身體 他腹部就是這樣 再轉 這個聯繫了 下一個就是 把這個跟手整合 包掛頭 慢動作 這張速度 哇 啊 4 腳的部分 首先 要尾蹲 要45度 這是90度 這是紙 我們要在90度 跟紙之間的45度 再來我們要抬腳 這叫機心步 像機一樣的步伐 但是我們要靠的是這個 胯的力量 他可以往後 可以往前 後前 後前 後 我們守住在一起 把這個大腿跟這個胯 守在一起 然後我們動它的時候 就是這樣抬 利用胯 帶動大腿 所以首先我們站遠地練習 練習換腳抬 再來是可以用腹部的力量 收肚子 收 收完之後 胯收進來 收完 胯抬 在一起是 收 胯 抬 但是幾乎是同步 大腿抬起來 所以會變成這樣 然後入獅走路 它會長這樣 就像雞一樣 然後這個跨勢 去去回來 去去回來 正常速度 然後一開始練的時候 先不用練軸的 練原地 然後一直維持這個45度 腳會痠 然後一直抬 回來 會練到腹部 下腹 原地會了 再練走的 還可以去挑比較長的走廊 之後會加手 謝謝胖關節 這個心意工法激情步是第一步 祝福大家 跟這個激情步 瘦身成功 好喘 但是 現在 成功 沒有 有 不會 會 這麼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